那我们看些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菲律比书四章四节的经文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感谢主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美好的经文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喜乐的操练 神起初创造天地 创造人类之后 为了当时创造的亚当和夏娃 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所 这个场所的名字叫做伊甸园 对吧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那或许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伊甸园的含义是什么呢 伊甸园呢 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快乐 平原 乐园的意思 那神为什么把创造的人类安排在伊甸园当中呢 为了让神所创造的亚当和夏娃 每天过什么样的生活啊 喜乐的 平安的 快乐的生活 每天能够和神 就是这种自然而然的 没有任何阻碍地进行交通 交流和学习 那我们希望这个起初神 创造人 创造伊甸园的时候 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这个喜乐的恩典 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着什么原因我们今天失去了喜乐呢 因着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违背了神的旨意 那我们就堕落了 离开了 那个幸福和平安的地方 但是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又来到这个世界 让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 和牺牲的生命 替我们恢复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那么恳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样美好的时刻 能够通过喜乐的操练 能够和神建立更加幸福 更加平安 更加喜乐 如同在伊甸园当中 每天与神同在的那种喜乐的状态 阿们 而且喜乐对神的儿女来说 对每一位神的儿女来说 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应当享受的 应当去过上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得不喜乐 活得很忧愁 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 因为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应当活出怎样的生命呢 喜乐的生命 而且在圣经当中 神说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态 是命令型 是神的旨意 神要求我们 你们要活出怎样的生命 活出喜乐的生命 在《天下罗尼甲书》当中也提到了 你们要常常喜乐 因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神的旨意和命令 阿们 好 我们要拍着我们的这个胸口 说什么呀 我要活出喜乐的生命 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阿们 那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 我们分享第一点 如何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呢 我们叫奉主名求得喜乐呀 就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生命呢 可以活出喜乐的生命 约翰福音16章24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阿们 今天这个经文呢 告诉我们什么 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喜乐 而且不是一般的喜乐 是怎样的喜乐呀 是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那这个满足这个单词啊 在这个原文当中 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满意 满意不是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满意 这个满意 是这个流淌出来 洋溢出来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喜乐到了什么程度啊 这个喜乐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还要怎么样 还要流淌出去 就好像我们这个心里面 有个活水的江河一样 这个喜乐 喜乐的江河通过我们 要怎么样 要影响到别的人 阿们 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 喜乐的传达者 成为一个平安的传达者 成为一个在生命当中 每一个和我们接触的人 通过我们都能够得到喜乐的恩典 阿们 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仅可以 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并且我们里面的喜乐 可以四处的洋溢 可以流淌出去 也就是说 不仅我们自己 可以得到喜乐的满足 而且神会通过我们 去影响别的人 让别的人可以通过我们 得到什么呢 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 那个美好的喜乐 阿们 所以我们要活出喜乐的生命 可是我们会发现呢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之后 因为这里面说 你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就可以得到什么呀 得到喜乐的满足 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祷告之后 我们没有得到喜乐的满足呢 我们来考察一下 来回顾一下 我们祷告结束以后 我们的状态是怎样的 每次祷告结束之后 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喜乐的满足吗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结束以后 我们的状态是怎样的 担心 忧虑 哀声叹气 怀疑 可以吗 行吗 神会应允我吗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生活当中 各种各样的难处 各种重担 各种试探 在我们的眼前 夺走了我们里面应该拥有的喜乐 所以我们若想得到和恢复这种喜乐呀 我们就要按照主耶稣的方法去做才可以的 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方法 用祷告向神祈求 神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不是没有祷告 但是我们没有按照主所教导我们的方式 向神祷告 所以我们无法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 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圣经中教导我们的方式祷告 太多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向神祷告了 但却并非是按照神的意思向神求的 而是奉谁的名求的呀 不是奉主的名求的 而是奉自己的名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们在祷告的末了 在形式上我们会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去做的 但实际上啊 从头到尾 很多时候我们整个的祷告 都是随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去祷告的 我们随心所欲地来到神面前 向神提出我们任何的要求 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们常常忘记了去体会 去寻求神的心意如何 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强调的是什么呢 你们要奉主的名祷告的这句意思是 你们要按照主所教导你们的方式 你们要找到主的心意 按照主所许悦的这个心意和旨意向神求 才可以得到什么呢 喜乐的满足 可是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向神祷告 我们根本不在意神的想法如何 不在意神的心意如何 不在意主 祂是怎么想的 我们只是把我们想说的 我们想做的 我们要要求的 向神说了 最后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那这种祷告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忘求 为什么 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没有一丝一毫去考虑过 神的想法如何 举例来说 我们今天和我们的朋友见面 我们这位朋友啊 他心情不太好 想跟我们交流一下 那我们听这个朋友说了他的事情 没等他说完 我们就把这个话插进去了 从头到尾 说了一大堆我们的想法 结果这个朋友 把他的话怎么样都切断了 最后这个朋友 就伤心生气到什么程度 我不说了 为什么 你不跟我机会说话 我怎么说呢 就好像今天我们来见神 我们跟神说了一大堆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就走了 神说你等一下 我还没有说话呢 你要听听我的想法如何 我们已经离开神了 我们已经不听神说什么了 为什么 我们觉得神说什么不重要 我们的事情重要 我们的要求重要 我们的祷告重要 奉我的意思 奉我的名祷告重要 这种祷告是一种错误的 或者是一种虚妄的祷告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呀 得到那种真正的喜乐的满足 所以希望我们的祷告 能够在神里面有些改变 有的时候我们不仅 不仅我们的祷告是一种忘求 甚至还会有一些 得罪神的祷告 因为我们对神的全能 对神的信实 不太确定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有疑惑的 比如说有人生病 我们就会这样去祷告 主啊 你如果能求你医好我的病 对吧 有的时候会这样去祷告 我们不觉得这样的祷告 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这个话语当中 我们会体现出来 你的信心如何 你如果能的话 求你医好我的病 这个本身这种说法 就是带着怀疑的状态 你可能一致 有医治的能力 也可能没有医治的能力 你可能会医治我们 倘若我们相信神是传能的 倘若我们相信神 凡事都能 我们会换成另外一种说法 向神祷告 我们会怎么说呀 主啊 你若愿意 你若许可 就一定会医治我的疾病 阿们 因为神本身 祂是全能的主 祂是医治的主 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的祷告 要深信神的全能 深信慈爱的父神 一定会按照祂的美意 按照祂的心意 按照祂的计划 来成全我们 我们只要借着祷告 把自己的事情 交托给神就好了 许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求 我们祈求 以为神没有吹听 没有反应 但是其实呢 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 已经应允了我们 已经答应了我们 已经把神的想法 神的决定 告诉给我们了 我们常常会 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以为祈求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得到 神的应许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 神没有很及时地 按照我们所认为的 那个时间 和我们所期待的 那个时候 来回答我们 所以我们会觉得 好像神 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马丁路德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马丁路德说 我们求银子 神给我们金子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求好的 神会给你什么呢 对你来说更好的 神已经给了我们黄金 可是呢 我们还以为是黄铜 认为这个还不如银子呢 多少时候 我们所求的 不一定是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求的 和神给我们的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 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认为 神没有应许我们的祷告 因为和我们所期待的 不一样 和我们所认为的 不一样 我们认为的那个答案 我们所期待的 那个应许 是我们自己认为的 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给了我们决定 给了我们应许 但是我们不同意 也不认证 甚至我们装作 没有看见 我们就觉得 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因此 当我们觉得 神给我们的结果 和我们所期待的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 就会失去什么呀 失去喜乐的恩典 那什么叫奉主的 名祷告啊 就是我们要体会 主耶稣基督的 心肠如何 我们中文有句话 叫说 我要成为你肚子里面的 蛔虫 是吧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想做什么 我都想知道 男人和女人 这个相爱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你爱神 爱到一定程度 你一定会思考 到底神 他喜欢什么呢 他不喜欢什么呢 他希望我怎么做呢 我们要体会 耶稣的心肠 按照主的旨意 约束自己的愿望 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先去掉 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想想 神可能喜欢 我这样向他求 神希望 我们这样向他祷告 我们不要让圣灵 担忧 我们要让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自由地怎么样 运行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已经有感动了 这个不是神喜欢的 你就不要再求了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 很执着的想法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得到 我所期待的满足 如果我们有了 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顺服圣灵 把我们自己的想法 去掉是比较好的 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 主耶稣基督 来到科西玛尼园 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他的想法是怎样的 他要面对的是 生命 舍去生命 他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作为一个 披带着肉体的神 他也有对肉体的这种 对死亡的这种恐惧 所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起初的想法 他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 他不想死 可是他向神 献上的祷告 并不是按照 自己的意愿去祷告的 我们读下经文 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39节 耶稣通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玛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同去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那耶稣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神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走向这个十字架 走上各个他这条道路 走 你要承受 整个人类的这个死亡的这种什么呀 这种刑法 那主耶稣基督就怎样 他就按照天父的意思 一直走上了那个十字架 每一步都是行在 父神的旨意当中 顺服神的旨意 那许多信主的人会希望什么呢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 我们的信仰 会成为我们逢凶化吉的保护伞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圣经当中也说了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盾牌 神是我们的高抬 神用他的翅膀来什么呀 阴蔽我们 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像那个眼中的同仁 让我们白天 夜晚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白天的太阳 晚上的月亮 都不会伤害我们 你出你入 也不会伤害我们 但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和经文当中 所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神没有保护我们呢 我们还是受到伤害了 我的心里受到伤害了 我的环境让我觉得我受伤了 我们的苦难 当中为什么神没来保护我们呢 我们会产生一些疑惑 但是我们要明白 神所爱的人 神一定会让他遇到什么呢 环境 神一定会让他遇到苦难 因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保护 神让我们在这种苦难当中 才能够怎么样 坚强 才能够老练 才能够成熟 只有你成熟了 只有你长大了 你才能真正地去面对 所有的风雨 阿们 所以不要觉得 神给我们的苦难 好像就是神不保护我们了 这是神保护我们的一种什么呢 方式 神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阿们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而我们在生命当中 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很多不测 会患上疾病 特别是神 特别拣选的一些仆人 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犯罪了呀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神在惩罚他 约伯就遇到这样的苦难 对吧 他并没有犯什么罪 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会遇到这样的苦难呢 神为了熬炼他 圣经当中说得很明显 让约伯熬炼他到什么程度 像金金一样 所以约伯到了最后 他的告白是如此的 神原来我从前只是在 头脑上 我认识了你 在理论上 我认识了你 我从前封闻有你 我都是听说的 今天我亲眼怎么样 经历了你 亲眼见到了你 这是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保护 神让我们遇见苦难 神让我们遇见环境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 在神的里面更加成熟起来 所以很多祷告 看起来神没有答应我们 甚至和我们所认为的 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我们应当怎么样 凭着感恩的心去接受 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 神为我们安排的 任何的环境 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 而且是更好的 阿们 那究竟为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会问 虽然我们无法了解神 他完全他的想法 和他的计划 圣经当中也说 我们无法测透耶和华 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了解 神的想法和神的旨意 但是有一点我们会很清楚 我们至少 我们会知道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掌握在 谁的手中啊 我们的生命掌握在 神的手中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我们的每一个脚印 每一个行动 甚至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想法 都在谁的掌握当中呢 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我们只要顺服他就好了 阿们 你没有必要去测透 没有必要去猜测 神为什么这样去做 因为神做事 是不需要跟我们去解释 任何的理由的 阿们 祂是创造主 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 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为要成全神的美意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无论在人看来 是福是祸 是德还是失 但是神都会让我们 所遇到的任何的环境 让我们的生命生活 成为荣耀神的 一个美好的一个根据 阿们 所以我们为了荣耀神 去活就好了 苦难对我们来说 算不得神 圣经当中有很多 这样的例子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耶稣的亲弟弟 也是这个约瑟和玛利亚 真正的肉体的儿子 我们叫雅各 雅各是使徒当中 是跟随耶稣的人当中 第一个殉道的人 第一个 我们就会想 为什么雅各 会被杀 会殉道 那另外一个 他的门徒彼得 为什么会从监狱当中 被救出来 难道没有人为雅各 做过这样的祷告吗 求神帮助雅各 让他脱离这些人的捆绑 从监狱当中拯救出来 雅各是被从圣殿上 推下去 把腿摔断 后来被人害死的 可是彼得也被关到监狱里面 也有生命的危险 为什么彼得的祷告 神听了 让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 为什么不让雅各 从监狱里面出来了 反而牺牲了生命 殉道呢 神为每一个人 预备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阿们 我们只要坦然地接受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就好了 所以两个人都是使徒 在人来看 待遇是不一样的 雅各是耶稣的亲弟弟 他应该从监狱里面被救出来 彼得殉道就殉道吧 有的人会这样去想 我们还有礼拜吗 为什么雅各殉道了呢 彼得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 当然彼得后来也是殉道了 那我们来看 神有他的计划 神要使用彼得 让彼得成为犹太人当中的什么呀 使徒 教会的领袖 而雅各 让雅各成为了千千万万的殉道者的什么呢 榜样 他们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神让万事互相效力 你不能理解 但是你只要感谢和顺服就可以了 阿们 所以他们都是为了神 摆上了自己 我的生命求你去安排 我们只要接受就好了 所以用人的眼光来看 好像雅各是很凄惨的结局 是否表明他没有顺服神呢 并不是这样的 雅各完全是顺服神的 或者他没有奉主的名向神祷告吗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 雅各是完全顺服神 顺服耶稣 他从来没有把 耶稣叫过哥哥的 你在雅各书当中 你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记录 他称呼耶稣是主 称呼耶稣是神 他认证耶稣的这个权柄 基督徒同样我们会遭遇生老病死 我们会有喜怒哀乐 有成败得失 所以有很多世上的人就说 你们信耶稣信得又怎样 你还不如我呢 你的生活也不如我 你的地位也不如我 你有什么和我们不同的呢 你信这个主信得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们的里面是不一样 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 阿们 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 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 我们所仰望的 我们所盼望的已经不同了 世人盼望的仰望的是 世上的权利 世上的钱财 我们仰望的是将来 那个美好的永远的天国 阿们 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会发现 奉主的名求 神必会悦纳 奉自己的意思求 神不会悦纳 奉主的名求 神悦纳 我们就会得到喜乐的满足 所以因此 一个生命成长的基督徒 不是要关心 神是否要赐给我生命当中 凡事顺利 而是应当去在意 神是否满意 神对我的祷告 是否是满意的 神是否喜欢我的祷告 神是否悦纳我的祷告 神是否对我今天的祷告 他有不满 如果有不满的话 我们就放下神所不喜悦 并且积极地 用正面的这种状态 去看待神所 为我们安排的道路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顺服了神的心意 我们才会真正得到 喜乐的满足 所以当我们奉主的名求 并顺服神旨意的时候 对神的安排 就会怎么样 坦然接受 如果你不是奉主的名求 你有自己的想法 神给你安排 你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 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会跟神去摔跤 跟神去叫板 凭什么 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个苦呢 我是你的孩子 我这么地去为你 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 你要让我这样去才好 神说不是这样的 我为你安排的是这样的 我们就会跟神怎么样 出现这种争执 我们要小心的是 胳膊永远怎么样 掰不过大腿 早晚得顺服神的旨意 早顺服 比晚顺服要好得多 阿们 那希望我们在神的里面 能够找到 神所学的心意 按照神的心意 向神祷告 奉主的名求 我们就会得到 灵里面 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阿们 诗篇66篇 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 神是应当称颂的 祂并没有 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祂的慈爱 离开我 阿们 不要觉得 神没听我们的祷告 就是把我们的祷告 推出去了 祂从来没有 离开过我们 向主祷告 能得喜乐 奉主的名 求会有喜乐 这种喜乐 是来自于天上的 是属天的 是灵里面的 是永久的 诗篇37篇 四到五节 我们来读一下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 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 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阿们 第一点 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奉主的名 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旨意 蒙神悦纳的方式 向神祷告的时候 才会得到喜乐的满足 才会让我们的喜乐 流淌出去 使别的人也通过我们 得到喜乐的恩典 阿们 第二点我们看 如何能够得到喜乐呢 就是在饶恕宽容的时候 可以得到喜乐 格林多后书二章 一到二就我们来读一下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 大家没有什么呢 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们中国有这样的说法 就以眼 以牙还牙 是吧 以眼还眼 以命偿命 是吧 我们这个 非常喜欢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呀 或者是这个武打篇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桥段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就是谁的爸爸 让谁给杀了 他儿子就去报复 然后这个练功 苦练了十年二十年 然后终于出山了 然后去了 就把那个谁的儿子也给杀了 把谁的爸爸也杀了 就用什么呀 以命还命 以牙还牙 这种形式 神要的不是这样的方式 长久以来呀 有的人 很多人都认为 一个杀人的人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偿还 这个杀人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代价 也要被杀 以此恶气 能够解恨 才算扯平 所以这样的复仇的思想 复仇的想法 报复的想法 会被美化成什么呢 狭习的精神 狭子大者呀 为了正义 可以去杀人 人的生命 我们是不能拿走的 唯有谁能拿走人的生命 唯有谁能拿走人的生命 还把这种形式 这种报复 报仇 杀人 这个 集体杀人的这种形式 叫做一种正义 或者是 君子 气概 所以呀 我们就 有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 有仇不报 非君子 是吧 这是君子 这不是 这是小人 对吧 有仇不报 那是小人 是吧 君子报仇 几年不晚 十年不晚 这是君子吗 那不是君子 试想一下 十年磨一剑 就是为了卷土重来 夺人殖命的人 哪是君子 那是什么呀 杀人犯 十年怀恨的心灵 这个人他是幸福的吗 他是喜乐的吗 他心里面一直有什么呀 有仇恨在里面 马丁路德金 在他的讲道当中 他有一篇讲道叫 爱你的仇敌呀 在他的讲道当中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恨人的人 与被恨的人 同受伤害 是什么意思呀 你恨别人的人 和被恨的人 两个人一同受着 同样的伤害和折磨 对于仇敌 圣经说把炭火 加在他们的头上 这原来是古埃及的 一种传统啊 就是说为了让仇敌 羞愧而什么呢 悔改过来 就是这个叫什么说 就以德抱怨 让对方觉得羞愧 可以怎么样 可以悔改 可以回转 可以和好 所以这个奥古斯丁 有这样一句说 奥古斯丁说什么 说要恨罪而爱罪人 就罪人你应该爱的 但是你恨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罪而不是那个人 我们今天我们还强调什么呢 你要爱这个人 但是你要恨什么呢 恨他后面的 那个属灵的邪恶的势力 你不是和这个人争战 你不是和这个人有矛盾 你不是和这个人产生仇恨了 而是他后面的 那个属灵的 那个邪恶的势力 应该去仇恨他 去抵挡他 去攻击他 但是不是这个人 所以我们做事 不是针对人 而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后面的 那个天空当中 黑暗的 属灵的势力 是我们去征战的 我们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我们的攻击对象错误了 我们和那个人 天天去打 和那个人天天去吵 和那个人产生了争执 但是这个人 他是可怜的 这个人是 神是爱他的 我们应该爱他 他后面的影响着他 控制着他 攻击他的那个属灵的 邪恶的势力 是我们应该去征战的 阿们 每一个人在神里面 都有得到爱的权利 不然的话呀 复仇的思想 只会带来什么呀 带来血腥 带来很多的 欺风苦雨 带来太多的悲 悲惨哭嚎 我们比如说 我们是中国人 如果出现了仇杀呀 内耗啊 批斗啊 兴师问罪啊 物理斗啊 难道我们会幸福吗 饶恕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真正的恩典 在1860年 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总统 叫林肯 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啊 就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有名啊 就是他在选 选这个他的内阁成员的时候啊 他选了一个人物啊 这个人物是和他 这个唱反调的人 是这个人是叫 任命这个人做议员啊 而且让他做这个财政部长 他这个人的名字叫 萨蒙蔡斯 所以当时 当他做这个决定之前 他所有的朋友 和对他关心爱的人都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个蔡斯虽然有能力 虽然能干 但是十分的狂妄自大 而且这个蔡斯本人 也想进入到白宫 想成为白宫的什么呀 总统 曾经和林肯 是站在对立面的人 你怎么能选这个人 去做你的这个幕僚 怎么去选这个人 做财政部长 而且他是 输给了谁啊 输给了林肯 和林肯竞争总统的时候 而且他坚持认为 就是他虽然输了 没能成为总统 还一直有什么言论 他觉得林肯不如他 一直是这个言论的 所以一位官员呢 善意地提醒林肯 你不能使用这样的人 他再有能力 他再有才能 你使用他的话 肯定会破坏你 林肯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的时候 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什么意思呀 你把你的敌人变成朋友的时候 敌人就被消灭了 所以林肯当时很尊重他的对手 也赢得了这个对手的信任 后来这位蔡斯 在林肯做总统的时候 成为了非常出色的 非常优秀的一位财政部长 成为了林肯最得力的助手 他的敌人变成了他的什么呢 朋友 林肯的成功之道在于 他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什么呀 自尊心 每个人都有面子 而且绝不允许别人轻易地亵渎 甚至污损自尊心 一旦你破坏了他的自尊心和面子 就会产生什么呢 仇恨 但也常常因为别人的尊重 会缓和 甚至会消除这种仇恨 像林肯的做法 我尊重你 我接纳你 让他的对手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 尊重别人 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获达大度的宽容 接纳对手 在心理上很容易使对手成为什么呢 成为自己真正的朋友 所以林肯有一次到军队 去视察的时候 有一位刚入伍的一个新兵 他对这个新兵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孩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彻底 消灭敌人的最好的办法了 所以那个新兵就瞪着很大的眼睛 怎么去消灭敌人呢 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呢 这个林肯就说什么 他说 那就是把敌人变成朋友 林肯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把敌人变成我的朋友 是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 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 真正辛苦的人不是那个被恨的人 是谁呢 是你自己 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不知道 你自己一个人天天痛苦 我恨死你了 我不喜欢你 我讨厌你 最辛苦的人跟那个人没关系 他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最辛苦的人是自己 当我们无法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真正痛苦的人并非对方 而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心中的仇恨化为爱的时候 当我们心中的恼怒化为和睦的时候 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喜乐 Amen 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饶恕的不是别人 而是谁呢 而是我们自己 是释放了自己 让自己在这种仇恨的捆绑当中 被什么呀 被释放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 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 真正得到释放的人 不是那个人 而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 不但我们自己饶恕自己 还有一个存在会饶恕我们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Amen 神给我们的黄金率是什么 你们饶恕别人 我才饶恕你 你们怎么对待别人 我就怎么对待你 我们想得到神的饶恕 想得到真正的喜乐 要先饶恕别人 饶恕自己 神才会怎么样 饶恕我们 Amen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 十五节目 先来读一下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我们的天父不饶恕 我们的过犯 我们怎么能得到喜乐呢 我们只有饶恕 不得不饶恕 为了神 为了神给我们这样的旨意 为了我们真正地得到喜乐和平安 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饶恕别人 所以我们第二点 我们叫什么呢 饶恕宽容可以得到什么呀 可以得到喜乐 第三点 忍受试炼得喜乐 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说法 凭什么我就要忍呢 我忍得都已经到这了 天天我都受不了了 我要爆发了 我要成健身病了 我都抑郁了 就是因为忍的 我受不了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凭着爱心在忍耐呢 还是你有带着仇恨在忍耐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读写《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我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是这个第四节 你的忍耐是可以 但你不能忍忍忍忍到最后失败了 你的忍耐要怎么样 要成功 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的人 是吧 阿们 所以你不能忍忍来忍去 不行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来吧 咱们就干一架吧 这是不行的 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的 忍耐要到什么程度呢 一直坚持到成功那刻才行 为什么要经过试炼 才能得到大喜乐呢 这个是信心的问题 第三节的经文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第三节再回到前面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才会胜出什么呀 才会胜出忍耐 为什么要试炼呢 为什么要有苦难呢 为什么要有环境啊 没有这些环境 你就没有忍耐 你没有经历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 怎么去解决 穷人江的孩子早当家 什么意思 他经历了 他才成熟 他才独立的 那个在密冠当中生活的 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 出去生活的时候 稍微有点风雨 就要死要活的 甚至就自杀了 国内的前段时间 这个新闻 你们应该是看过的 是一个高中生 还是初中生 我忘记了 这个孩子妈妈去批评 那时候给她一个嘴巴子 是吧 那个视频里面演的 过了不到两三分钟 爬到那个 就跳楼了 马上就死了 心理承受的能力 是什么程度 经过试炼的人 你给我个嘴巴子 又能怎么样 好死还不如赖火着呢 是吧 我怕什么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打我个嘴巴子吗 可是这个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平时他的妈妈 对他一定是很浇灌的 一定是没给他 很好的训练 没给他很好的操练 所以在外人面前 落了他的面子了 还不是在家里面 在外面 在学校的走廊里面 上去就一个 一个嘴巴子 为什么要经过试炼呢 因为 试炼之后 我们能胜出什么呢 胜出忍耐 主耶稣基督劝我们 说什么呀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 节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赋 完全一样 而刚才 亚高书一章四节 说什么呢 但忍耐也当成功 后面说什么呢 说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耶稣对我们的期待 是你们要成为完全人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到临死那天 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地 达到神所期待的 那个程度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完全呢 不是在平安稳妥的 环境当中 可以完全的 我们一定要经历什么呢 经历百般的试炼 经过这个试炼 就会产生信心 有了忍耐 才会完全 这是雅各书 教导我们 如何可以得到 喜乐的什么呢 秘诀 雅各 我们刚才说过了 雅各是谁的弟弟呀 雅各是 耶稣肉身的弟弟 是亲弟弟 雅各从小 和耶稣生活在一起 你们知道吗 从小到大 生活在一起的人 是最了解的人 你让外人评价你 和让你的家里人评价 你是完全不同的说法的 为什么 从小跟你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玩在一起 他最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雅各 从小到大 和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看到耶稣 任何一个缺点 他发现耶稣犯过罪 他就不能承认 耶稣是神 他就只认证 你就是我的哥哥罢了 可是雅各 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呢 雅各说 耶稣是主 耶稣是神 说明什么呢 从小到大 雅各从来没有看到过 耶稣做过一件错事 从小到大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耶稣犯过任何的罪 雅各的信心是真信心 因为他比任何的门徒 和耶稣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一出生就和他哥哥在一起了 雅各能相信 能承认耶稣是神 我们为什么不承认呢 正因为雅各从小到大 一直生活在耶稣的身边 亲眼目睹了 这个哥哥不是凡人 而是神 所以雅各并没有称呼 耶稣是自己的哥哥 而是称呼耶稣是神 是我的主 并且坦然无惧地 为了主耶稣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哥哥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原因是 宁死也不肯否认 耶稣是主 他被人残忍地 从这个垫顶上 推下去的时候 把腿摔断了 雅各的腿被摔断的时候 别人才发现一件事情 雅各的膝盖 在很多祷告人当中 非常的有名 为什么 他的腿被摔断的时候 别人才发现 他的膝盖 那个茧子 像骆驼的那个腿一样 膝盖一样 特别特别地厚 为什么 有人说 那个雅各的这个膝盖 像骆驼皮一样 原因是什么 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 阿们 所以很多人一说祷告 就会想到雅各 就会想到骆驼的腿 因为骆驼的腿 一直是跪着的 证明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 但最后他被什么呢 被用这个乱棍被打死 足以证明了 雅各是经过百般试炼的人 是有忍耐的人 是一个全辈的人 不然他无法面对生死的考验 如果他一直头脑当中认为 耶稣不过是我的哥哥罢了 他肯定会否认 他否定耶稣是神 因为他不可能抓着一个谎话 为了这个谎话去受死 去被人打死 被人摔下来 他也不说任何的怨言 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雅各的榜样是谁呀 约伯 神要把更大的平安赐给我们 把更大的喜乐赐给我们 就一定会用苦难来熬练我们 你要想真正地得到那个大喜乐 你一定要经过那个 那个死因的忧骨一样的 那个苦难才可以的 只有经历过熬练的人 才知道什么是喜乐 你连苦难都没经历过 那个苦难的反应词 你怎么知道啊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喜乐 有了苦难进行比较 你才知道什么是喜乐 Amen 所以希望我们在患难当中 也能够活出怎样的生命啊 欢欢喜喜的生命 圣经当中是这样描写 你们在患难当中应当怎样 应当欢欢喜喜 这样的话才能够什么样 才能够荣耀我们的神 罗马书五章一到五九 我们先来读一下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德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德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怎样的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Amen 这里面提到什么呢 你们在患难当中 你们应当讲的这个状态啊 欢欢喜喜喜乐的状态 这个是真正老恋的人 真正活出一个全被生命的人 那么第三点我们强调什么呢 在忍耐当中 在试炼当中 我们要活出真正喜乐的生命 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点 第四点 遵行真理会得到喜乐 约翰三书一章三道四节 我们来读一下 有弟兄来证明 你心里存着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难道是约翰在说话吗 不是的 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你们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 我是高兴的 你们按照真理而行 我悦纳你们 我喜悦你们 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使徒约翰 通过约翰三书 告诉我们 喜乐从何而来 喜乐从我们遵行神的真理而来 Amen 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 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这样的话 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自己是真理 只有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话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英国的一位教授 这个教授是这个牛津大学的 教授叫做路易斯 他说这么 他说 耶稣说是真理 会有三种可能 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一个可能 耶稣是个疯子 因为他说 自己说自己是真理 第二种可能 耶稣是个骗子 第三种可能 因为耶稣给历史带来的影响 因为耶稣给历史留下的痕迹 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 耶稣说他是真理是真实的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Amen 他不是骗子 他也不是疯子 他说的话是真的 这就是耶稣自己 在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 耶稣就是真理 当我们遵行耶稣的时候 遵行真理的时候 就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真正的喜乐 Amen 所以我们要在神里面 更加地去了解真理 认识真理 学习真理 默想真理 今天来听讲道 为什么 我们要知道神的真理 我们要遵行神的真理 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什么呢 得自由 得到自由的人是喜乐的人 Amen 得到释放的人是喜乐的人 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自由 得到喜乐 遵行真理 遵行真理的人 真理使人得自由 是从我们罪的本性里脱离罪恶的那种自由 我们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了 我们从黑暗当中脱离出来 我们从撒旦魔鬼的捆绑当中 我们脱离出来 我们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得到真正的喜乐 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 而是我们能够顺服神旨意的那个美好的自由 我们不想做什么 我们就不去做 这个才是神所学的真正的自由 Amen 当一个人有了自律的能力 当一个人有了节制的能力 当一个人有了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生活独立的能力 这个人是一个真正自由和幸福的人 Amen 这个人我什么都想做 我什么都做 这个人是一个可悲的人 是一个可怜的人 是一个不幸福的人 为什么 没有原则 没有界限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真正幸福的人是 我不想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的人 是真正幸福的人 有一位弟兄 他摆脱不了很多犯罪的欲望 无法控制自己 当然有许多引诱是环境造成的 比如说他一看电视就没完没了 看上电视了就控制不住自己 一直要看到结束 再追一几吧 再追一几 一追就追到凌晨去了 所以无法摆脱这种 这个罪对他的这种捆绑 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觉得他一直生活在这种 不安 恐惧 忧虑 痛苦当中 有一天他听牧师讲道 牧师讲说主耶稣 为一个麻风病人祷告的时候 耶稣对这个麻风病人说 你若肯 我便能叫你洁净 耶稣说 你若肯 我便叫你洁净的时候 这个麻风病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呀 麻风病人说 我肯 你洁净了我吧 这个弟兄啊 在这句话当中找到了真理 他对神说 我肯 你释放了我吧 你让我得自由吧 你让我能够战胜这些罪恶吧 这个弟兄就得胜了 为什么 他相信了真理并且遵行了真理 阿们 当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把它当成真理去听 把它当成真理去遵行的时候 才会显明那个真理的那个功效 阿们 它不是一个理论 它是活生生的 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是否有过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的经历呢 主 你若肯 你就解禁我吧 耶稣说 好 你若肯 我就让你解禁 我肯 你解禁我吧 我们就得到解禁了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有没有过像这位弟兄一样 我相信那个神的话语 我确信那个神的话语 我相信 我奉主的名相信的时候 我就得到恩典呢 我们一定会有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这样的经历 这个就是真理的力量 真理使我们得释放 真理像一面镜子 照出我们的本相 使我们去寻求真理 让我们得到自由 当我们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的时候 得到释放的时候 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喜乐 阿们 如果你不尊心真理 你说你是喜乐的 这个不是真正的喜乐 那个是短暂的 不能满足你的 不能给你带来真正幸福的喜乐 那个不过是一种快乐罢了 只有当你完全顺服真理 遵行真理的时候 这个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真正喜乐的人 所以希望我们在神里面 得到这样美好的喜乐 最后呢 就送给大家一首 说是诗不是诗的一个小文章 和喜乐有关系 可以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 喜乐 喜乐最钟爱的座椅 就是你的悲伤 你的软弱 你的哀痛 在你最脆弱的伤口 喜乐总会找到柔软的落脚之处 喜乐与苦难相容 喜乐知道自己胜券在握 所以才能在苦楚之时也欢心 喜乐最喜欢的是平凡的日子 在全世界其他人所忽略的事物当中 喜乐却欣欣向荣 喜乐与真实的耶稣接触 真实的喜乐是基督的象征 喜乐是耶稣的名片 喜乐永远长存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喜乐 喜乐太明确 言语却无法表达 狂喜是他最贴切的说明 活水的江河中不断流淌出喜乐 阿们 愿神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 当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 就不要忘记 这个苦难是谁的座位啊 是喜乐的座位 当我们心里 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谁会来到苦难当中呢 喜乐会来到苦难当中 所以我们在神里面 希望神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恩典 通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我们要在神里面 奉主的名 求得到喜乐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来到神里面前 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在神里面 向神求饶恕 宽容得喜乐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是忍受试炼 我们可以得到喜乐 最后一点是遵行神的真理 我们可以得到喜乐 那愿这样的祝福 愿这样的话语 愿这样的恩典 能够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同在 与我们的每一位家庭同在 是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 每一天都活出真正的 那种喜乐的满足 真正的那种喜乐的洋溢 让我们成为喜乐的江河 通过我们 让我们旁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 受到这种美好的影响 也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 好 我们用一首赞美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 我们唱《去做主的门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